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串流不逊的光河 引语中华民族的古路文明 如今见证着现代工业化的聚业 是触目惊心 感觉是人没法生存 地方的春节物也不贵 它就叫芝芝 曾经文明全国的鱼米之香 变成可怕的癌症村 十年污染以后 对健康会影响很大 每年农历八月 前塘江大潮 体现了大自然的威力 全长588公里的前塘江 源于黄山、流经浙江和安徽两个大省 是东南沿海省份重要的生命线 这里是浙江的绍兴苑 被称为建在布匹上的城市 全国三城的印验品都是来自这里 密集的化工和印验厂 五岩绿色的工业污水通过暗渠排出溪流 再流出前塘江 三江村被化工和印验厂包围 村民日常的起居饮食 都是靠前塘江和他的支流 这些被污水染到黑色的龙虾仔 成为村民的卓上街牛 有几天就可以吃是吗 但是担不担心就不干净了 要干净 要两天就干净了 要两天就干净了 要那个油 要放一点 是不是有脆 有油 香油 那里面脏东西就脱出来了 同样印验的还有螺 村民都不会放过 这条村在十年之内 有过百人患上癌症 当中80个人已经去世 村里到处都见到这些脸状的广告 陈福的家 原本一门三劫 但阿哥和弟弟先后因肝癌去世 他五年前也都证实幻想胃癌 就是胃切掉了 那你收了多少 你收了多少 你收了四十分钟 你收了四十分钟 坐啊没有办法 你虽然这个时期有什么办法 他们这个屋里 他说这个地方窗窗有点炸了 那你出来就杀了 杀了杀了杀了清了一个屋里了 地方的窗窗也不贵 他就叫自己喝了 你喝不喝它是不贵的 多数都跑去外面 这个地方都比我对了 现在我们拿着就对了这个地方 用唐厄镇的村民不时与死神拆身而过 刺婆婆的儿子七年前因为肝癌去世 離開的時候只有四十多歲 白頭人送黑頭人 媳婦要獨力照顧兒子和奶奶 師婆婆一家是農民 屋外的農田早年被蒸地 用來建工廠 花力鎮與工廠為倫 工廠越建越多 人的生存空間也越來越窄 村內一百三十戶 有十三人患癌 已經有八個人去世 村民個個都聞癌識變 根據民間組織編制的 中國癌症村地圖 全國有超過二百條 大大小小的癌症村 村民的癌症死亡率特別高 這些癌症村編及大江南北 較多集中在富裕法特的 東部沿海地區 前塘江流域的村民 一一死於癌症 和他們喝的水、吃的東西 究竟有沒有關係呢 官方沒有做過研究 也沒有任何整治環境的大計 全民唯有聽天由命 楊公煥是前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 是全國第一個 就癌症和污染關係 進行科學研究的人 環保部、衛生部、還有審計 可能都相繼地 都有受到這樣的要求 就是搞清楚怎麼回事 從我們來說 我們只是作為科學 需要證明是不是搞法 第二個問題 是否和水污染有關係 他研究的重點是被列入中國五大河流之一的淮河 全長一千公里 和前塘江一樣 淮河位於中國的東面 流經河南、岸廢、江蘇、山東和湖北等多個省份 連同支流環月186個縣 居民過億 人口密度是全國七大河流之首 江淮流域安徽省 是中國的傳統農業大省 盛產稻米 總部鎮江淮村的村民 世代以無農為生 與世無爭 但近年 不斷有村民死於癌症 到處都可以見到身份 幾乎每一個村莊都有七八個 如果是到田野裡一看的話 它的墳墓都能看得見 25歲的彭曼東 住在江淮村 他每天下田之後 都會用電單車 車媽媽到醫療站 我爸爸是食道癌和惡性淋巴瘤 我媽媽是肺癌 我爸爸起動手術化療 一直到結束大概花了十幾萬 然後我媽媽 通常說花療加放療 也花了十幾萬 一共加起來有二十多萬 吃到我們這一節 吃到我們都是在阿神的 那樣的 有些人在這方面 都找大醫院治療 拿到下面治療 東東的父母 都被診斷患上癌症 鄉間的醫療設備落後 每天和死神搏鬥 多活一天 已經是很大的祝福 江淮村村民的生活 和外殼息息相關 村民懷疑 日常適用的井水都有問題 擔心禍言下一代 這幾年就是說比較直觀的 飲用水和以前大不相同了 因為第一代得癌症 如果是這個吃水 如果得不到改善的話 說不定我們下一代 下下代 這個飲用水說不定 都能形成就一種癌遺傳 這些人得了癌症 是不是就是污染有關係 這個是需要搞清楚的問題 楊公煥的團隊 05年開始 在淮河流域進行深入的研究 目的是要找出村民灣岩 和水源的關係 他鎖定淮河之流 沙泳河和同一灌溉網絡的八角鄉鎮 25條村 逐家逐戶去做死因調查 收集到近30萬人的數據 中國唯一一次全國性的死因調查 是在1973至1975年進行 當時淮河流域 除了江蘇東新地區之外 都是屬於腫瘤死亡低法區 平均每年 每10萬人之中 有64人死於癌症 但到了2004至06年 河南的瀋与縣 江蘇的舍陽縣 癌症死亡人數急增 每10萬人之中 就有204人死於癌症 岸費浮揚泳東區 江蘇的金湖縣 和山東的文相縣 有179人 以統計 全國的癌症死亡率 平均為134人 這個安徽和荷蘭的這兩個縣 它實際上 是確確實實上是三三個縣 這兩個地區 患癌人數持續上升 到了2010年 一年內 河南的瀋与縣 有1724人死於癌症 而安徽宿州 高永橋區 就有2150人死亡 比全國癌症死亡率高出足足一倍 報告發現 淮河流域的癌症病患者之中 不少與消化度總臨有關 當中以肝癌最多 死亡率比全國高出一倍 河南的瀋与縣 肝癌死亡率高於全國的五倍 悉到癌和餵癌 死亡人數亦都不斷上升 楊公煥認為這個現象不沉上 作為健康專家 我們都知道 這些危險因素引起健康 他不是像感冒 感冒了病毒 立刻就發病 往往會有十年的之後 我覺得科學研究 就是你不能夠 對發生的事情視而不見 就沒有了 大家都不說了 我覺得這是不可以的 中文字幕提供 脊椎歪曲成螺旋形 輪片蝶生 這些外形古怪的魚 是民間環保人士霍代山 在淮河裏面流到的 60歲的霍代山 家人相繼因癌病虛世 他相信不是偶然 我家就有18個人 我的親屬當中 患了癌症 死亡了 其中也有我母親 這個問題是不能夠 這個神經是不能碰的 他曾經是周口日報記者 98年 毅然辭職 希望為家人的死 尋找真相 開始的時候 我只是想沿著淮河 走一遍 拍攝一些照片 有一套資料 寫個報告 送出去 我就完成任務了 可是後來就發現 不行 他的問題很嚴重 而且呢 他的問題越來越多 而且這些問題呢 我們的高層領導 並不知道 國務院在1995年頒布了 中國第一步流域性法規 投入過百億治理懷河 五年之後 政府公開宣稱 水質變清已經達標 大師室並非如此 水裏邊有泡沫 泡沫下面是黑水 水裏邊的魚都死光了 那麼岸邊的樹 花草都死亡 他那個旁邊的學校的學生上學 也要戴口罩 戴墨鏡去上課 有些小學校 那些孩子的眼睛腫起來了 沒法上課 淮河時間至無一場夢 淮河呢 它是有很多個堤壩 你知道吧 它不是說 這個水就順勢地這麼流 它實際上那個水 就像死水一樣 就停在那 我們第一次去 那那個地方是很臭很臭的 而且呢 它這個滋流再往下走到村裡邊 村裡邊的垃圾也很髒 外河流域河南沈丘東宣流村 是眾所周知的癌症村 04年前後 村內285人 先後有40多人還了食肚癌 那一道街都九個 從我弟弟我哥哥 先捐贈一個 以後一個淨水器 從那以後的凍頭好下了 好 好下了 反正還有 沒有以前嚴重 按說是應該與這水有關係 我們的村民 就是世世代代居住在這兒 我們的飲食 習慣 都沒改變 唯獨一條 我們的水污染了 我們的地下水也被污染了 我就得出了這個結論 污染造成癌症村 但是 就是你不是專家 你沒有資格下這個結論 前疾控中心副主任的楊公煥 因為有官方的身份 有機會向環保部 取得淮河流域的水質數據做研究 發現乾流的水 大部分都是屬於第四級 不適合人類飲用 部分流域更加處於最差劣的第五級 用來耕種都不行 紅色部分顯示 水中的BOD 即生化需氧量 和安淡長期嚴重超標 而這些地方 全部都是癌症高法區 污水通過淮河的乾流和支流 就好像人的血管一樣 流到每一條村莊 每一塊田地和池塘 然後再深入地下 污染村民飲用的地下井水 這些冷冰冰的數字後邊的親情 你家裡邊死一個人也是死人 這些東西帶來的這種影響 我覺得是對當年大家只管GDP 而不管健康的效應的一個很好的詮釋 十年污染以後 對健康會影響有很大 陽光滿花了八年的時間 將數據集結成書 出版了《淮河流域水環境》 與《消化度腫瘤死亡套集》 首次證實 岩症高法是與水源污染有關 這個污水的治理能力 是它能處理多少污水 它有很多工序 特別特別的臭 霍代山被視為壞河為蝕 看看 沒了 沒味了 由於工作得到中央的肯定 它可以到工廠調查排污的情況 皮歌廠的污水是最難處理的污 達標之後 那個污染的水仍然排放量很大 那水還是臭的 還是黑的 就是說它超過了環境的容量 我們的淮河 接納不了這些COD黯淡 我們也在力求 這個經濟的發展速度 盡量的降溫 因為這個環境容量是個大問題 你無限制的膨脹發展 你環境容大不下 接納不了你這些東西 那可能就會出問題 工業污水直接影響江河的生物 食物鏈被破壞 大量魚類死亡 江河生態嚴重失衡 河裡抓到的魚 沒人敢吃 海裡抓到的魚 不好呢 手也摸得出來 好的魚 摸不去就光光了 滑滑的 不好的魚 像那個 好比我們這個獅子 得去一攏一攏 一搏一搏的 那個東西呢 吃什麼東西呢 中金屬 煙營 你穿得多那我們 好燙 冬冬因为父母的病 已经欠了近30万的债务 对农民来说 几十万的医药费 实在负担不利 我说要去世 我说家庭怎么办 医生说你去呀吧 回家准备了钱 有钱了那就来花了 没有钱了就算了 我说医生 我家一看到你死 我说医院都不问你这事 有钱就瞧别 没钱你就回家 我说医院住69年 弟弟没办法 必须要缴钱 没有钱就替你约 一办法了就来下来 就这样情况 东东一度要卖血 来给医药费 医院里面就说 让我去献血 我说好献血就献血 献血你最起码有献血证书之类的 然后把我血抽完之后 然后就是就给了我一点钱 应该是六百块钱 我才意识到 这个根本就像不像是让我们去献血 它这样几乎更卖血 东东希望官方和民间多点关注严正村 可惜反应异常冷淡 更多人选择逆来顺受 我们家乡的人 弩性比较高一点 如果别人强压一点的话 他们几乎都会逆来顺受 怀河经过十几年的治理 水质得到改善 按国家环保保标准 已经达到第三级 过来之后 可以用作工业用水 但未达到可以饮用的水瓶 要解决急速工业化 带来的水源汇染问题 长路漫漫 中国的问题也确实是太多 我们经常有这种话说 八个部位管不住一头猪 就是说国方面都在管 但是都是分门别论 所以这些东西 也不是简单的批评跟指责 就能解决问题的 那怀河水现在几十项目染指标 是需要治理的 我们用这个速度去套的话 那要几百年怀河水才能变好 我们现在如果一直沉没下去 那不仅害了我们自己 也更害了我们后代